好的 秦幻星系 地獄里長今天是舉辦首映記者會 而今天導演徐友寧 他是率領主演群 林哲熙 顏政嵐 王彩華等人一起現身 不過外界也相當關心 因為地獄里長 今天是接連爆發了醜聞 演員許傑輝是爆發性騷 而導演之一的尤志偉 也被傳出有性騷擾多名的受害者 而今天徐友寧他也現身透露 自己是有關心演員群 我身為一個監製或導演 我想任何一個成員發生任何的事情 我都會關心一下 但是我覺得很多東西是 我們不在那個現場 不在那個當下 而且很多時候是 不是為外人他們能夠真正地面對我們 我覺得有時候留給空間讓他們去面對 不管是錯誤也好 或者是過去的歷史也好 我覺得需要時間來 不管是受害者 或者是這些曾經犯錯的人 都需要一些貧富 好的 那在經歷過風波以後 導演徐友寧他是坦言 如果沒有遇過這些困難 那也沒有所謂的挑戰性 而他也堅信能夠度過這一次的難關 而至於許傑輝的他的戲份被刪除掉 有沒有影響到這一部作品 他說還是會做適當的修剪 努力的把成果都做到最好 不希望有一兩個人犯錯了 而傷害到更多工作人員的付出 那以上就是我們所掌握的連線消息